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论身边如何喧闹 王一博,自己是安静的 有时候有点一根筋 他说喜欢就是真的喜欢 终点会到 但是过程中的艰难他也一样 终点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一博想拥有的超能力 还记得吗 已经从瞬间移动变成了隐身 明知道不可能实现的拥有的东西 他还是很认真的思考并说出来了 他是说给我们听的呀 真的爱他的人 应该知道他因为什么困扰了 我只是想让他开心 我最喜欢他的专注力 当他聚精会神投入一件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安静的力量 全身心的投入 无论身边如何喧闹 他自己是安静的 有时候有点一根筋 我记得好多年前 老师告诉过我们人这一辈子 要学的就是成为你自己 有些人心思灵巧 如宝石 适合随意为 有的人坚毅沉稳如金刚石 无论你是哪种人 都要坚持做自己 一样东西只要你坚持下去 哪怕笨重如金刚石 都可以成为最合适的自己 他有他的坚持 时刻把响影写在脸上 也彰显着他骨子里带着的固执 倔强 和不服输的那股劲儿 业务能力是别人永远拿不走的资本 看他跳舞就是一个舒服 看别人的舞台总是第一次惊艳 再看就会发现诸多问题 但是一搏的舞台总是越看越有味道 经得其反复推敲 我觉得这就是质感 一路走来 除了借舞他也在不断发现新的热爱 也总能带给我们惊喜 比如滑板 摩托车 魔术 有人说他挖人设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去录节目间隙 机场等飞机的时间都在练滑板 演唱会后场时都在玩直排 去年的摩托车赛虽然最后没能完成比赛 但是之前的单圈成绩确实在组里也排一二 这些成绩不是尬吹就能吹出来的 说比赛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对那时候再会避免 这是一个很高的 转ая时转开